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 但是却要去住一个凶宅 这可能导致你被诅咒 生活彻底崩溃 你会怎么选 这个不是电影情节 而是在韩国真实发生的 近80年来 每一位住进这座凶宅的总统 都无一例外地遭遇到不幸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揭开 青瓦台背后隐藏的诅咒 大家好我是老客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必因的阿卜 旁边是风水石小仙 大家好 一提到凶宅 大家肯定都会知道 一两个比如说北京的朝内大街81号 台北的景星大楼 还有美国很著名的塞希尔酒店 这些都是很著名的凶宅 塞希尔酒店我们还讲过 这些凶宅都是在房屋内发生过 自杀凶杀等一些这种血案 或者是因为房屋的结构位置不对 也就是说所谓的风水不好 造成整个房子阴气过重 之后再住进去的案 就会厄运连连或者小命不保 但是这些凶宅都只影响住进去的人 最多能影响到住进去的这个人周边的这些人 一个小范围的人 算是这种凶宅非常凶的凶宅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座凶宅 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国运 也是世间绝无仅有 就这么一做了 这怎么讲 从1948年开始 清瓦台就成为了韩国总统府 历届韩国总统都被清瓦台的这种凶杀之力所影响 到2022年 韩国经历了12个19任总统 不管他们来自于哪个胆派 是军方还是政党 任上是表现亮眼还是表现很孬 几乎个个都是霉运缠身 不是被刺杀就是被弹劾 甚至离任后还有被吵架的 实惨无比 首先就是韩国的开国总统李承晚 一般开国总统地位都很高 比如说华盛顿 比如说我们的毛主席 但是这位李承晚在他第三个任期 因舞弊案爆发 导致了419革命 不得不辞职 最终离务完国外 客死他乡 然后是韩国的第五任到第九任总统 朴正熙 朴正熙是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 连任了五届总统 也是时间很长了 他在任的时候可谓是权力滔天 军界政界一把抓 说他是一手遮天完全不为过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总统 在1979年被亲信刺杀 是韩国历史上唯一一位 在任上被刺杀的总统 韩国电影《南山的部长们》 就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是那个朴正熙的爸爸是吧 是爸爸还是爷爷 反正就是有关系的 还有第11任和第12任总统 全斗焕 全斗焕也是通过军事政变掌握权力的 后来在1996年 因为军事政变罪和贪污受贿罪 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了无期徒刑 但是还不如死刑 为啥 他在金大中总统时期得到了特赦 但是又在2013年被全家抄家 最终在2021年孤苦零零中去世 第16任总统卢武炫 卢武炫在任的时候 以清廉和改革著称 就是标版自己是个很清廉的改革派 但是卸任以后呢 因为家人卷入了贿赂的丑闻里面 最终在2009年跳崖自杀 成为韩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 因抑郁症自杀的总统 也是不容易啊 但是其实在那种环境下 他想做到清廉也是很累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是他们封锁的必然 待会我们再讲 还有第18任总统 朴槿惠 刚才那位 这个就出名了 世约号沉船 就是他在任期间闹出来的事情 让他弥漫全球了嘛 朴槿惠是韩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 但是因为闺蜜们这个丑闻 在2017年被弹劾下台 成为韩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弹劾的总统 是在任期间被弹劾的总统 并且被判处了终身监禁 其实呢 据统计 83%的韩国总统 没有逃过厄运的魔爪 这个职位是妥妥的高危职业 其实这个影响不仅仅是韩国总统本身 韩国社会翻方面面都在受到这些影响 今天韩国的男女对立问题 少子化问题 邪教问题 还有财阀问题 都和这些政治事件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政治影响生活嘛 对 所以说青瓦台这个凶宅 其实是影响了整个韩国社会 一点都不夸张 韩国社会的进程 都是在这些巨大的政治事件中 受到了极大的转变和冲击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透彻的了解一下青瓦台 青瓦台呢 是位于舍尔的北岳山脚下 依靠北岳山而建 正对着汉江 风景还是很好的 青瓦台始建于高丽宿宗年间 也就是公元1000年左右 原来是高丽王朝的离宫 也就是王室度假用的别院 到了15世纪呢 随着朝鲜李氏王朝的建立啊 青瓦台就成了王宫景福宫的后院 供王室成员休闲和练习射箭使用 在当时呢 李氏王朝是明朝的藩属国了 明朝最贵重的颜色是明皇色 也就是我们的皇色 是皇家的御用颜色 除了皇帝啊 别人都不能用 其次呢 就是青色 青王级别的人了 就可以使用了 也就是说啊 当时的李氏朝鲜 应该是属于明朝的一个藩属国 这么一个级别的东西 因此呢 瓦片的颜色 也就是整个建筑的颜色 也不能像我们中国琉璃瓦 气牌是吧 只能用青色 所以就造成了现在青瓦台这个样子 对 看到很多讲他们历史的一些影片 或者是纪录片 他们的人事任命 包括他们怎么去传他的皇位 都要受到明朝的制约 不叫皇位 他们叫王位 王位 对对 他们叫王 王位 1927年的时候 日本侵略者就毁掉了景福宫后院 除五云阁以外的所有建筑 建立了朝鲜总督官邸 到了1948年8月份 大韩民国建立的时候 景福宫的这五云阁就成为总统官邸 并改名为景武台 1960年 尹普善单选总统并入住景武台 不久以后啊 因为尹普善说自己非常忌讳这个武字 并为了同美国白宫先对应 就给白墙蓝瓦的这个建筑群 启名为青瓦台 这个名字呢 就沿用至今了 那这么一个青瓦台 怎么就成凶宅呢 青瓦台表面上看 是一座宏伟的总统府 风景一人 玩家园林选的地方肯定都不会太差 而作为景福宫的后院 肯定是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雪案的 那么这些凶杀从何而来的 其实核心就在 日本人拆除了景福宫后院后 改变了现在青瓦台的风水格局 使这座看似转立的建筑 隐藏了致命的风水缺陷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 风水这种东西听起来像古老的迷信 和现代社会的科学观念格格不入 其实不是 风水是有相当的科学性的 它研究的是自然与环境的关系的智慧 是提醒我们人与环境的互动 对生活和命运影响的学问 现实中就有很多相关的案例 比如湖北武汉中南路 中建三局大楼曾经总是无法建成 有风水师过来看一后给出了个结论 就是因为它受到了路冲杀的影响 那什么样的风水格局 让青瓦台这座建筑物 在没有血暗和阴魂的情况下 成了风水上的天煞局 在风水上青瓦台背靠北叶川 属于是龙脉的一部分 理论上应该是为总统府带来了 无尽的力量和稳定的气氛的 然而问题就在于 青瓦台并没有正对龙脉的主线 青瓦台在龙脉主线稍微偏西的地方 与龙脉擦肩而过 就造成青瓦台在这条气脉的一条支线上 造成一种靠山不稳的走势 这就导致建筑物内动弹不安 人进入其中表面上是气宇宣安 但内里稳定不足摇摇晃晃 这就让建筑物里面的人脆弱不稳定 命运难以自控 这是第一方面 我们再来看第二方面 我们从正面看青瓦台 它背后就是北约山 从这个图片上可以看得出 北约山山是还是非常陡峭的 这个陡峭的山势会让龙脉的气运 急速的冲入青瓦台 风水里面讲究 急来缓坐 也就是说气息最好缓慢的进入建筑物里面 然而青瓦台所在的地方 亦是过于急促 气脉没有得到实弹的缓冲 就像是急速行驶的赛车 无法刹车直接就冲进了青瓦台 这种过于急迫的气场 不仅无法给居主的带来好运 反而想产生一种转车效应 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力 而北约山的山形 像一把巨大的弓背向外伸展开 这种山形在风水里面叫做反弓煞 这种弓形不仅不会带来历练 反而视为一种无情的象征 代表背后没有可靠的支撑 会产生强大反作用力的一种风水形式 所以这个建筑里面的人会面临着一些东西的猛烈反噬 比如说权力 我们再来看整个北约山的山势 青瓦台西北山势里面有一个缺口 风会从这个缺口直冲而入 直接冲向青瓦台 郭普在赞书中曾经提到过 山龙醉际风吹 青瓦台的龙脉本应该是残风聚气的地方 但由于山势过于暴露 右侧又直接受到风煞侵袭 这种情况使龙气无法聚集 气息来晚反复 使内力无法得到足够的稳定 会带来运势的反复动弹 居住在这里的人 南逃这种风煞所带来的冲击 使他们的命运总在风雨中挣扎 还有一点 你看这个照片 后面像个分头 那个青瓦台像不像墓碑 像 这个青瓦台的整个形式 特别映衬着这个北岳山之后 就成了一个标准的阴宅格局 那当时谁选的纸啊 其实不是 当时这个宫殿就是给人家娱乐用的 因为环市在练习射箭累了嘛 就去这个宫殿里面休息 他不在这个里面住 你不能把这单成主店住 对不对 他现在单成主店了 风水格局就不对了 所以大家都能理解 为啥2022年韩国新任总统尹熙悦 这么着急就把总统府 从青瓦台搬到了国藩不大楼吧 下面我们讲的是选址布局 让青瓦台有了这么多风水缺陷的原因 那么下面我们讲的就是 让这些风水缺陷成为天杀局的关键 韩国的国旗设计 我们都知道韩国国旗是由我们中国八卦修改而成 我们中国八卦是象征着阴阳和谐 与自然循环的万极之相 但是呢 他们的八卦丢了四卦 还丢了阴阳眼 成为青瓦台天杀局的另一种因素 它保留了乾坤坎离四卦 代表天地水火 然而剩下四卦 政训更对 也就是雷锋山泽被删去了 导致了呢 自然界中八种现象中的一半消失了 是吧 风水中八卦代表天地间的完整平衡 缺少任何一个部分都会引起不平衡 造成气场不坏 运势动弹 而韩国国旗上的四卦缺失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图案问题了 而是天地雷锋不合 就总会陷入动弹里面 你看现在的韩国社会 不管是社会还是政绩也都挺动弹 对吧 然后呢 就是太极图失衡 太极图上呢 本来因是阴阳图案中有两个语言 代表的是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阴阳和谐 韩国国旗中则缺少了语言 这一部分刚好就象征了阴阳中的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转化与调和的部分 这就意味着阴阳调和的机制被削弱 只剩下纯粹的对律制约 而缺少了互相包容与转化的力 风水认为阴阳失衡会导致事物的极端化发展 无法达到调和 而正是这阴阳的失衡 就象征着这些高官们在面对国内外政治风波式 无法找到和平与稳定的路径 去解决这些风波 这个太极图不仅阴阳失衡 其布局也与我们传统的太极图不同 传统太极图是左右对称的 代表着平衡与和谐 而韩国的太极图却是善下对立 这一设计更容易被解读为对立与分裂的象征 风水师们认为 这种设计加剧了韩国国运中的对立与冲突 甚至隐喻着国家的南北分裂 这种善下的对立布局 也暗示着这里面的高官 还有青瓦台里面的这些人 会面临的一些极端情况 比如说善有民众的期待和国际的压力 下有政府内外的权力斗争 左右被困在冲突中写夹缝中找生存的宿命 正是这一系列的动向造就了青瓦台现在的天煞局的格局 青瓦台这座被权力赋予无善官环的建筑 如今成了无数悲剧的见证者 在2022年 尹熙岳也从青瓦台正式搬离 搬进了他们国范部的大楼 希望这能改善一下整个韩国这种斗争剧烈的格局 或者社会矛盾的情况吧 但是风水真的就只是迷信吗 我们中国的先人 把风水称为堪渝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地理 如果我们把这个连起来一起读 就可以理解为 堪是观测天下 于是堪查地理 风是空气与空间 水是水文以水质 而地理则是对这些自然因素的研究与分析 风水的本质远不只是迷信和神秘的命运学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能带给人类更好的这种命运生活 正经如此 风水其实是一门非常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学问 它帮助我们能够理解人与周围环境的一个关系 并能指导我们与周围环境更好的互利共生 强调的就是一个天人合一 所以无论青瓦台的风水魔咒是否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中国的古老的智慧都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人能在这么复杂的地貌环境下 经营起我们中国那么产生的农业文明 没有这种精确或者说是没有这种精湛的风水勘于能力 其实不可能 你说这个地方种田好还是那个地方种田好 表面上看可能都差不多 但是为什么那块田它种的就是多 那个地方住的人它就是安宁对不对 对 其实又说回这个问题 他们从哪知道的这些风水勘于能这种知识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普通人应该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我觉得真不像是人类通过几代人能够短短时间研究出来的 你说我们能研究出来这种东西吗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种普通人 对啊 研究不出来 对 不可能只有就是人中龙凤或者是仙才有这个能力 就是带领整个人类往上去走 对特别是这种存在这种玄学感觉的科学 我们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这种或者观察 或者真的他们从那学到的这种能力能够看得出 你住在这一面 山阴山阳山贝山脊 你住在这儿 房子不会有问题 你住在这儿不容易生白蚁 你住在这个地方家道容易掺肾 要衣衫半水 对吧 要聚气残风 其实说白了聚气残风是啥意思 你的房子住在那儿不会被强风吹洗 所以聚气残风冬暖夏凉的地方 他们就会选择这种地方 就现在什么总裁文说 在自己八百坪的大床上醒来每一天 其实这样的环境对于一个人来住的话 你是晚上睡不安神的 睡不安神就会影响你的运势 你的身体 包括你在做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 有脑子够不够清醒 这些问题都是会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真实情况下 这种非常有能力的人 应该是不会选择这样一个居住环境的 肯定不会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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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